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国的网友提问有关鸡中翼的问题 这些鸡中翼绝对是我们香港家庭的文化遗产 因为有小朋友这些鸡中翼是相当受欢迎的 当中网友提问就是 为什么要用淡盐水浸泡鸡中翼 吃下去有些酥臭的味道 鸡的腥味很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在源头里入手 因为买这类的鸡中翼 一般冻陆鸡都会散烧烧烧的 我们要怎么选择呢? 首先你要明白到 我们一箱鸡中翼 它通常都是这样的 一只一只一只 这样搭着 这样搭着 它会呈现一些扁扁平平的形状 这些 扁扁平平的形状 那当然 如果你看到它立即开箱倒出来 那你当然是第一时间买的 那你不是常常遇到它开箱 那我就要看它 看看有没有拿起来 因为它曾经融过雪 它就会拿起来 很多时候 如果一点点热 冻的鸡都拿出来 它卖不完 它又在室内融过雪 然后又冻回去 那它就有些不好的味道 那这些不好的味道 不是说你用什么 去浸它去煮它 它就会披除 它又不会披除 就是 因为那些不好的味道 就已经进去 那我们选择 就是要选择这类型 那这些鸡中翼 一般来说 你买2磅 它就便宜一点 其实现在天时禁业 在家里拿到回家 这些就软身了一点 那做这些鸡中翼 我建议大家 隔夜 就去浸淡淡淡水去解冻 或者说不想隔夜 就马上解冻 那是否好呢 那我也不太建议 有些女士们 OL很繁忙 或者你上班前 用淡淡水浸去 然后放在冰箱里 那这次呢 我又拿回一些 南角士汁出来 之前就炸了一些 干葱碎 干葱油 做一个 南角豆豉煎鸡翼 做一个芫草沙律 那这些鸡翼 都很简单了 那我们就 选择8只出来 这次就做两个人的份量 接着二话不说 那我们就放一些 室温水 然后放一半茶匙盐 用手轻轻炸一炸 让淡淡水均匀 那我们就让它浸 现在这些天时 放在室温那里 大约浸三个小时 那它就会软了 那如果你说隔晚的 那你就先做了这个动作 那就可以放在冰箱里 因为这些鸡棕液 你这么硬身 解冻也是很重要的 慢慢解冻 它就会更好吃 但是现在夏天 这些时间 等它浸三个小时 也是可以的 那其他材料 就相对简单了 那我们就拿回一些 蓝角豆豉酱 这些蓝角豆豉酱 除了可以用来蒸鱼 蒸鱗鱼 淡水鱼 蒸鱼 蒸鱼 蒸鲜鱼 蒸排骨 都是相当好吃的 那可以多一点 用途就有很多 例如今次 做一个煎鸡翼 做煎排骨也可以 之前就炸了一些香葱油 之前也有看过 芫荽爱好者 我们也是 做了一个芫荽沙律 盘下鸡翼吃 上次做完芫荽沙律之后 很多网友都留言 其实芫荽怎么选择 你不用问我 你问他 他会回答你 那些芫荽 它很漂亮 情形 泡泡 好像浸了水 它很漂亮 那不漂亮的那些 那我们也会浸了一个小时 看我的样子 看不到我看我的样子 看不到我的样子 看我的样子 看我去旅行那些 很漂亮 一早就睡醒那些 那些 一朝的样子 五般 芫荽就不漂亮 那我们也很简单 那我们的芫荽头 已经改了 那就好了 那我们再浸水 30分钟 那一煎那煎 芫荽也差不多浸了一个小时 鸡翼可以吗?鸡翼可以吗? 因为鸡翼即时解冻的关系 浸了1个小时,那会软了吗? 其实是软的 但是鸡翼还不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要慢慢浸 因为鸡翼很有趣,骨头中间有一条血筋 这条血筋不是浸了鸡翼,而是死捏,烂捏,捏出血汁 就会释除了腥味 那些腥味是要慢慢浸出来的 而且如何捏? 捏到鸡翼烂也好 那条血筋还会有血出 这里我们用淡水慢慢浸,是最适合的处理方法 现在我们先放在一边 然后再看我们的芫荽 现在浸了1个小时 现在我们先过去2-3次水 每次过去水,都会释一下 用一个捏的方式 那些泥层就沉在底部 洗了3次之后 我们就轻轻去剪一下 因为有时候吃香口的东西 这样拌一些芫荽沙律 就很棒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芫荽的那些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 用冻水 再洗一洗 再用一个最后的清洁 当下了冻水去洗 那时候 你所有的器皿都要干净了 因为我们也是当一个凉盆 那现在就把所有冻水都倒进去 我先把它搅拌一下 那我拌这个芫荽沙律 它的味道也是相对简单 咸味的来源来自生抽 大约1茶匙 酸味的来源来自陈醋 大约1茶匙 大约1茶匙 第二个建议就是用一些煮熟的花生油 最终王者的决定就是用香葱油 这个本来不得之了 那我们就拌一些香葱 那我们就拌一些香葱 拌一些油 这些香葱油 大家可以看我炸香葱的影片 那现在呢 都很硬身很脆的 那我们炸完这些香葱 香葱有香葱炭 油有油炭 炸凉了之后 那我们就拌回去 这样就形成了这个香葱油 那现在我们就拌一拌它 那这个时间呢 那我们轻轻拌一些糖 将它所有的味道都提升 很简单的 这个芫茜沙律 这样就冰一冰它 这样就拌什么吃都很好吃 这样就完成了 那芫茜沙律冰之后 那我们就摸鸡中液 那我们就摸下去 那它中间那里 已经是软身了 那现在我们就 就把它清洗乾淨 那浪洗之前 大家都看到了 淡盐水的威力 就在这里了 那些最不好的味道 就逼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要洗 就把所有粉红色的血水 都清洗乾淨 那就OK了 那鸡翅洗了三次之后 那我们就把它淋水 那些鸡翅 你想腌得入味 那我们不单要淋水 那我们还要把鸡翅表面的水分 就全部印干它 那你待会 那些腌料 你才会容易入味的 那有很多网友 就曾经留言 就是说 喂 星星师傅 那我不喜欢用这些厨房纸 那可以用什么呢 那你也可以用这类型的毛巾 那你就要索 那如果你用这些毛巾 那你可以用少少少食用梳打 那你用少少热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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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那你不需要用任何东西的了 那那些毛巾 洗干净了之后 那你就找些干爽的地方 或者浪干它 一定要浪干的 那那 吹完毛巾之后 那些鸡翅就吸收得七七八八了 你说 鸡翅了多少水 啊 这里有两个汤匙的水 如果有那么多水 那这些腌料 哪里有入味的 那我们倒下水之外 还要把碗擦干净 那这样 残留的水分 你不要有残留在那里 那接着我们就醃了鸡翅 那这个鸡翅也是颇为简单 不是太复杂的 那首先我们就 加少少胡椒粉 毕竟它也是雪藏鸡翅 那第二样东西要加呢 或者加一些白酒 或者一些绍兴酒 那咸味的来源来自生抽 約1个汤匙 那咸味的来源来自蠔油 也1个汤匙 那接着我们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 南瓜豆豉酱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 全部都可以 最后 加少许生粉 然后把它整体拌均匀 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南瓜豆豉酱 它也有一个基本的咸味 所以我们醃的时候 就加少许生抽 这样已经很够了 生抽豪牙 这个南瓜豆豉酱 就是灵魂 拌均匀之后 最后 再加些 香葱 和油 让香葱油 包一包鸡翅 和香葱有点香味 第一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就是 醃料 吃了后 用油封一封 保护 第二 就是油 有香味 和滑度 这个鸡翅 最少要醃4个小时 撒那间鸡翅 也是醃了4个小时 这样做这类型的煎鸡中翅 最好就是煎之前的1个小时 拿出来 在室温里摊一摊 它会比较容易煎 因为鸡翅 冰到它这么冷 它中间会比较难熟 而且煎出来 中间有点血红色的观感 也不太好 但是鸡翅 来说 它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想它中间熟一点 你便预早1个小时 拿出来 放到一个室温的状态 煎 就最理想 鸡翅 也放了一段时间 这边 先开火 开了 虽然看不到火 那我们先把烧热的煎鸡 煎一下吧 我们再放适量的油 再放两滴油 也不要紧 因为生煎 如果不够油 它很容易焦 焦之外 它就会不熟 热了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 将鸡翅 慢慢放下去 那我们就开了灯心火 正是中间的火 这些鸡翅 我们就在旁边放下去 慢慢放 不需要心急 那我们就煎了 就 鸡皮这边 煎了这个位置 不用心急 慢慢放下去 这边就放下去 再放下去 那我们就轻轻煎一煎 煎了两分钟 不要动它 那在煎鸡翅当中 因为灯心火和中火之间 那我们也要到处移动它 那让它的鸡翅 就越均匀 那这个鸡翅 用二铁锅去煎 就较理想 就比较容易处理 那我们怎样衡量的火露呢 那我们就看着 这些油 和鸡翅旁边的 微微有少少泡 彈一下彈一下 那这个火露就差不多 那我们就保持着这个火露 那每边大约煎三分钟 那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放一只下去 那我们就动一动它 看看能不能动它 那我们头这两分钟煎这边 目的都是让它煎到表面有少少焦香 就锁一锁鸡翅的鲜味和水分 锁一锁在里面 那我们第一转 想不想说煎到它很焦啊 很构色啊 我们不需要的 那现在我们就 可以慢慢翻它 那两分钟左右 好 那期间都是保持着这个火露 哦 你千万不要大火 哦 因为有些懒博士汁啊 它都是很容易上色和上火的 那我翻到这边呢 同样地 那我们就保持着这个火露 哦 那当反转了这边之后呢 那现在我们就出着焦了 那我们就用盖子盖住它 保持着这个火露 那这样 那边这两分钟呢 那我们就用盖子盖住 那等它就慢慢煎 煎的过程当中呢 那些蒸气揮发上来 有时候有盖子盖住呢 它就连面头的那些都会熟得比较均敏 那我们在盖子盖这阶段呢 我们都要吃锅 周围动一动 那等它四周四面都受热均匀 那这样做这个鸡翅 你这段时间呢 放多一点油来煎 都不要紧了 你宁愿一会煎好时呢 把油全部都放出来 因为现在不够油呢 它就会全部都混焖了 里面兼不会熟 保持着中小火 煞辣煎加烤铁盖 烤了两分钟 我们现在就开了盖子 这样就看看底部什么模样 底部都不太焖 我们就拿到效果,鸡翼煎得透,又不太焦 现在我们反转它,继续煎到表面,尽量有点香脆 这段时间,多余的油份,可以倒起它 当大部份的油份倒起,现在我们又反转到另一边 继续煎到底部,让它有点香 到最后,可以灑点砂糖,或者现在可以起来,放点麻糖 让它有点甜味 下糖之后,轻轻铲一下,让它均匀 这个鸡翼就完成了,头尾是六分钟 轻轻铁一下,我们就把芫荽沙律拿出来 现在我们逐个逐个逐个,慢慢放上来 把它放好,就可以了 这些鸡翼的鸡翼,你不要以为它很焦 它煎香了,很香,它不是焦的 现在我们先把它放好 最后一只放上来 最后一只放上去,这些鸡翼的鸡翼 再放上去 最后一只放上去,这些鸡翼的鸡翼 这些鸡翼的鸡翼 这个是蜜箭南角士汁煎鸡翼 这样就呈现了眼前 这样 大家如果不放下砂糖 可以放一点蜜牙糖,或者蜜糖 都可以放下来 最后一只的步骤 但如果放下糖,不要再开火 就煎它,拌均匀 就已经很好吃了 喜欢吃鸡翼的网友,按个赞 喜欢吃鹽翼叉鱼的网友,订阅了 职人吹嘴频道,如果两者都喜欢 麻烦你加入频道会员 继续吹嘴,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我什么时候都说了 会看还是看片味,片味有什么要看 当然是做一些南角士汁 脆脆的吃一下 很甘香的 煎了7分钟 很香 很香 熟不熟呢 一口给大家看看 熟不熟呢 中间有少少红色都没有 证明刚才 淋煎煎前,再放一小时 这就是技巧